You see it all, Fearless What's up YouTube,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,我是Gion啦, so,今天,My V,My V,My V,三代同堂啊,上个影片叻,那一辆My V,就给我破了15个赞,so,我今天叻,就来对线你们的承诺,就来给你们看一下,三代My V,摆在一起,同时间review, 他的,在这十多年来的变化到底是怎样的啦,so,废话不多说,我们来拍一个beauty shot啦,321,let's go OK,so,我们就来先简单的复习一下,这三辆车,在当年的spec啦,so,这三辆车叻,在当年叻,都是最high spec的,也就是讲它的配备是最丰富,然后卖着最贵的价钱啦,然后叻,这辆,跟这一辆叻,都是facelift了过后的My V,当年啦,当年facelift了啦, 然后中间这辆叻,就是一个pre facelift的一个model啦,so,这辆的话,它是年份是2009年的,Produa My V SE 1.3,automatic,这辆的话是2012年的Produa My V 1.5 SE,也是automatic的,然后这辆叻,就是2022年的Produa My V 1.5 Advanced啦,都是最high spec的啦,然后这一辆叻,它还有另外一个款叫, Extreme版本的,那个是比它在更high spec的,卖着62,000多的那一辆,so,我们就没有评测到那两辆版,这个也是,算是蛮full spec了的啦。 OK,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辆2009年Produa My V 1.3 SE Automatic,在当年叻,2009年做了这一个小改款啦,然后它就把这个SE版本的也同时facelift了,然后在大灯这边叻,它就有做了一个smoke的一个设计啦。 然后,SE版本的它的bomper就比较设计比较大胆一点啦,它的Fortlight叻,是很大力的,现在的车的Fortlight都没有这么大力,然后整辆SE版本的叻,看了起来都是比较sporty的啦。 这个RIM叻,呃,在原装的时候叻,它是一个175 65 R10 10 Sport,黑色的设计就是了,so,那个RIM叻,是非常非常漂亮的,只不过叻,过后,车主就换了一个1955 R15的Daya,然后配着这个15寸的RIM啦,然后这个Daya是download的formula D06,操控性也有,然后比较超一点啦。 Myvi从股至今的都是前叠后股啦,前面disk brake后面是drum brake啦,因为考量到那个价钱的问题,不是那么激烈的驾驶,所以后面是放drum brake是没有问题的啦,这个你要过后,自己去改装都ok的啦。 SE版的尾灯叻,它就有这个Albino的设计啦,放在这辆车上面叻,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,在当年,然后在配着的它的这个SE版本特有的这个, Bumper叻,是蛮漂亮的啦,在当时候这个设计还是蛮大胆的,蛮好看,又蛮大胆的一个设计啦,这个大设计叻,是在其他版本是看不到啦,只有在SE版本才看得到的啦,就是这样。 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代,也就是2012年,Prodor My VSE 1.5,它的灯叻,就明显是比较小个一点的啦,你如果比较那一辆的话,它就会比较大一点,你们看。 这个形状,它就比较缩短了一点,也比较小个的一点,因为什么?这个,呃,这个Projector Headlamps,然后,它整个就看了比较冷宅啦,我可以这样讲。 Fort Lamps 这样子的设计,就比,就比那一代叻,好看了很多很多啦。 但是,我还是喜欢,老实讲啦,我比较喜欢那一代,这一代的话叻,它就有一点太过保守了,但是,它在Facelift 了过后的那一款叻,是非常的好看的啦。 然后它的Front Grill叻,就比较长了一点点啦。 这个的话叻,如果你有看到,那种比较没有照顾车的人叻,这边已经是脱气了的,它已经是脆了的,变白了的。 反正这辆还OK啦,一点点罢了啦。这一辆车的车,原本也是175 65 R14,黑色的车车,车主也是改了这个15寸,195 55 R15,跟等我旁边那辆第一代的Myvi,是用一样尺寸的Daya,一样尺寸的Rim啦。 都也是一样用着Dunlock Formula D06 的这一列Daya啦。 也是一样的东西,刚刚我所说的,三代的Myvi都是一样叻,都是用着前叠后骨的这个设计啦。 OK,这个后尾的设计叻,它的灯就会比较稍微瘦了一点点。 对我来讲叻,这个红色的灯叻,是还OK的,如果是像Facelift了过后的这个Albino灯叻,套用在这个Myvi,这一代的Myvi是非常好看的。 只是这个红色灯,sorry啦,不是很对我言啦。我会比较喜欢Facelift过后那个Albino的那个白灯。 这个Bumper设计叻也是不同啦,这个SE版本的设计,它就会比较spotty一点。 普通的,它就没有这个,它就没有这个东西,它只是后面有这个reflector罢了啦。 这个叫什么,这个叫,这边唯一也是SE版本才有的啦。 就是这样。 现在来到这一辆三代半,2022年最新一款的Myvi,也就是所谓的孙子啦。 前面那个第一代如果叫阿公,这个就叫爸爸,这个就叫孙子啦。 也是最好看的一款啦,我可以这样讲,因为它看起来就比较spotty。 你会看到它会比较矮一点点,你视觉上就会看到它会比较矮一点点。 但是,其实车高我这样子弯过去是差不多的,比较矮一点点啦。 所以这辆车我也没有做多介绍啦,如果你们要看的话,请点击右上角。 然后,那个workaround的视频,我就是这样子带带过罢了。